请接牌 山中好阅读学校社区共读站起用咯 从空间设计 结构补墙 艺术装点 再到人文益柱 历经两任校长提供师生互动的阅读场域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中山国小 山中好阅读的这个社区共读站 接牌仪式 原来呢都只是一个非常老旧的一个 图书架这样子 然后一个会议室 借着这个计划呢 申请了教育部还有教育处的经费 让我们孩子呢 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可以坐着啦 可以躺着啦 可以阅读啦 讨论啦 让我们的中山孩子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那当然也谢谢我们教育处 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那当然后面接棒的这个校长也很重要啦 感谢刘校长当时一路的设计规划 那接下来 我想这么好的资源 除了我们现有的师生可以享用之外 我们现在也尝试在规划努力 那希望借由社区跟我们家长的一些资源去争取 那扩大一些志工的来源 那希望阅读不止禁止于我们在校内 那可以推广到所有的社区居民 让整个社区公主站当时规划的一些初衷能够落实到最大的效益 不忘初衷将阶梯缓缓抬身 融合卧榻的概念 展现结合护山森林的意向 进而打造轻松的阅读空间 学校新建了这间图书馆 让我下课可以来这里读书 丰富了我的生活 让我下课后不再无聊 也可以让我学到更多有趣的知识 我本来语文能力不太好 但五年级上学期开始 我同学都去练田径 翻级上只剩我一个人 然后我每天早上看书 然后语文能力有变好 考试考到了前三名 我很开心能够让孩子 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 尤其这样子的氛围 让孩子觉得阅读是一个 随时都要养成的生活习惯 我非常感恩 前来参与启用典礼的亲师生 都很感动 教育处长杨桂杰 欢迎家长和社区居民 一起来享受阅读的乐趣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 中山国小社区共读站的 一个落成启用典礼 我们看到现场 这个共读站的设计 非常的用心 他也把中山位于一个小山坡 这样的概念 也放进设计的元素里面 我们希望在中山临近的 社区的好朋友们 也都能够来到这个空间 跟我们中山的孩子们 一起来共同阅读 将学校图书资源 与社区居民共享 让学校成为社区居民学习 及生活的一部分 达到学校社区化 社区学校化的 终生学习目标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也许是在学校园中的 有些人